没想到高贺彩的杂卦竟然是真的 本以为是杂卦 没想到成真了 之前还以为郭麒麟说 壮壮有了新工作 是要准备回来说相声了 没想到 颜赫祥是真的找到了新工作 近日 颜赫祥在社交平台晒出了自己的公牌 网友们纷纷被颜赫祥的照片所吸引 仔细一看 为啥这么像遇见鸭子的烧饼呢 据悉 近期颜赫祥老师 参加一档名为喜人奇妙夜的综艺 在节目中 颜赫祥还有了自己的新搭档 与李丁一起合作 看到颜赫祥在喜剧舞台 找到了自己的新搭档 不少网友表示 壮壮终于脱单了 不但告别了寡妇失业 还找到了新的另一半 说相让还是周游世界 不说相让就是周游世界 要是能说相让呢 那你看搭档回来不回来 要是搭档除你周游世界了 看到这一幕 不少网友表示 壮壮终于熬出头了 郭麒麟一直跨界盲事业 身为寡妇事业的捧根 也要为自己的未来寻求出路 作为寡妇事业的代表性人物 颜赫祥可以说 为德云社的留守搭档 开了个好头 从脱口秀到话剧 再到如今的喜剧综艺 都有颜赫祥的身影 壮壮还在采访时表示 让郭麒麟来尝试一下 是愿意演小圆子 还是想开转场 愿意开转场 愿意开转场 开转场的前进条件 是没有 有个搭搭 有什么要跟郭麒麟说的吗 也可以尝试一下 死态人的心情 真的 挺好玩的 在相声中 豆根的发展 明显要比捧根好一些 因为表演方式的原因 往往豆根更容易被观众所熟知 这也使得如今德云社很多豆根 都在外跑商演接综艺 而捧根只能留守在家 等豆根大火了之后 时常的也会带着捧根 一起参加综艺节目 就像秦潇贤会邀请何九华 参加综艺节目 有些人会认为 跨界参加综艺是不务正业 颜赫祥曾在采访时说过 相声本来就是包罗万象的东西 你干的任何事最后都会反补到相声舞台上的表演和作品 相声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包罗万象 塑造人物塑造生活 你干的任何事最后都能反补你在台上的表演和作品 在之前 壮壮还分享过一段视频 视频中是壮壮被关在喜剧监狱进行创作时的状态 看得出来创作喜剧还是非常的辛苦 不知道颜赫祥在喜剧的舞台上能给大家怎样的惊喜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